因为王宝强离婚事件 玛容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不小 虽然没有什么好名声 但是这确实实的一个大名人 甚至知名度还比一些明星 纵观整件事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聪明 甚至很蠢 这件事更像是宋哲 一手魔法把他忽悠了 人在做每件事的时候 都遵循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离婚也一样 以玛容性格来说 她是一个极度虚荣喜爱深化的女人 所以为了维持这种需要 她要捆绑住一个长期办票 拜金的人通常是不会有什么真情可言吧 而玛容却反其道而行之 一无反顾跟没本事的情妇宋哲跑了 有网友好奇 宋哲跟玛容是真爱吗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爱 就更不该为了对方的名声 做出这样让全世界人都唾弃的事了 所以如果玛容和宝强离婚后 和宋哲在一起也过不长久 因为宋哲爱的根本就是钱啊 跟玛容在一起只是顺便 和愣而不为的事而已 其实玛容也很爱钱 只是没想到栽在了另一个更爱钱的人身上 说白了两个人都是爱钱 然后又需要对方的肉体 不过到最后最惨的应该还是玛容 孩子没了 老公没了 钱也没了 名声也没了 境遇玛容往宝强离婚 终于有了最新进展 根据相关报道 宋哲被认定把战王宝强财产达400万之多 另外还和除了玛容以外的 其他十多名女性开房达200多次 可谓把大王没到了极点 宋哲被做实了罪责 但是他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 硬把玛容拉扯了进来 声称在美国买方购物旅游 都是玛容的事情 这也让玛容和他的父母忍无可忍了 开始频繁发奋攻击宋哲 认为宋哲这是疯狗热咬 离婚至今也年多了 但没想到的是 玛容居然也来了个神转折 正与王宝强还有感情 不同意离婚这剧情的发展 真是让人猝不及防 应该跟钱也脱不了关系吧 见诸者赤 见墨者黑 宝宝梨 开这一群人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一群人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一群人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一群人才是最好的选择